大家好,我是爱信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些家喻G2F的体验 那作为一个499的产品 家喻G2F它自己独特的一个产品定位 那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心这个屏幕它的表现到底如何 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说作为一款499的产品 它与这个中档产品和高端产品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我们除了家喻G5之外呢 本次还特意引用了一个机型 作为一个高档机型的代表 它就是小米3 米3呢作为小米的一个新款的旗舰机型啊 特别是以1999的这个产品定位 我们认为它可以代表一部分这个高端市场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作为一个499的低端市场的手机 它与这个中端和高端市场的手机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首先我们使用同一款这个屏幕的测试软件 大家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如何 我们打开这款测试软件 这个软件大家到论坛都可以下载的到 它可以对这个液晶啊 包括触摸啊 可以有一些检测和对比 首先我们进行的是一个这个 对比度方面的一些对比 我们把这个三台手机的屏幕亮度都调到最亮 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 上面白色的是嘉宇G5 中间的是嘉宇G2F 最下面的是这个小米的米3 我们来看一下 从上面来看一下整体这个效果 因为很多的显示效果呢 是这个人者见 智者见智 我们也不好过多的去评判 好与不好 只能说是某种效果是大部分人所喜欢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需要自己来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种效果比较吸引你 比较适合你 所以我们不谈谁好谁坏 只来中性的对比一下 这个是黑色的一个对比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米3可见到多少 中间的这个是G2F 黑色对比度 大家可以看到能看到哪个数字 通常是越低就越优秀 因为拍摄的时候有这个角度和对焦的问题啊 所以只能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效果 不能完全代表 有可能是这个角度刚好说我们这个录制的时候 没有录制到的 所以也不能完全代表这个效果的好与不好 希望大家这个理性看待这个对比啊 这个是白色的对比度 最下方的是小米3 最上方的是这个加域G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小米3的屏幕表现 这个是G2F的屏幕表现 上面呢是加域G5的 这个白色对比度的一个表现 下面我们用这个实物图片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最常见的呢 还是这个实景图片 我们可以从比较直观的这个方向啊 对比出这个显示效果 其实这个对比呢 对这个加域的机型啊不太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小米3呢 它是使用的是1080p的分辨率 比我们这个720p的要高一个档次 所以理应米3的效果更加细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米3的这个图片的一个特写 这个是G2F的一个特写 大家看一下 我个人感觉啊 就说虽然能看出来差一些 但是不会说差到很差的地步 对不对 因为必定这个产品的一个定价 决定了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只能说这个不会太差 它实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们换一张图片 因为上面的这个G5呢 色温调适的偏红 所以这个图片的保护度过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可能有的网友喜欢 有的网友不喜欢 但是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这个是G2F的特写 这个是G5的特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色彩方面的这个表现 因为中间的G2F呢 使用的这个屏幕贴合工艺啊 必定会使得某一些色彩的表现会略弱一些 所以我们在某一些这个对比上呢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出来 必定它是一个这个499的产品 我们不能要求它秒杀到这个799 899和1999的产品 所以我们只能是这个理性的看待 它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在不在我们的这个接受范围内 如果在我们的范围内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特写一下这个G2F 好 这个图像的对比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一个认识 我是爱心 后面见